欢迎收看财经护城河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那我是红高 那在今天节目一开始 是一样要告诉大家 请帮我按个赞 那如果你喜欢我 就帮我订阅影片 那订阅完之后呢 一定要开启这小铃铛 那我们影片上传之后 就会主动通知你哦 那如果你更喜欢我的话 那就帮我这样 主动的把影片分享给你 这个身边的这个投资朋友们 好不好 好那我们赶快看一下 今天的在节目一开始 一样要告诉大家 那自我防疫的工作 这五项 一定要这个每天都要做好 每天都要戴新的口罩 每天都要勤洗手 那用这个水 跟这酒精来消毒一下 那你这个手摸到东西 都一定要消毒 那用盐水来漱口 漱一下喉咙 那在室内 也一定要让自己流一些汗 那提高这个免疫力 那最重要是这个施打疫苗 好那在这节目的时间点 第一张图 第一张图就直接告诉大家 这半导体的设备扩充产能的这风潮 好从台湾的这一个台积电资本支出 到南韩的三星的资本支出 南韩的三星在这过去不停的在追港台积电 那在过去的这个中国大陆半导体也这样 如火如土都展开了这个第二代的半导体 对不对 好那这个发展的好像怪怪的 好那不管怎么样 好那总而言之 他们就丢了很多钱 那现在好这唯一可以看好的叫做中心半导体 那再到的这个日本 再到的这个欧洲 甚至到美国 好那现阶段 这全球的这半导体的产能是怎样 金元产要怎样 不停的设 不停的开 不停的怎样 建造 对不对 好那在这最近的几天 在美国的这个股市上面 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应用材料 这一张股票 这近期表现得非常的不错 那德州半导体 应该讲德州仪器 不是德州半导体 德州仪器的股价 好像也有在转强上涨的这个味道 那美国的这市场 好那科技股最近的这个 怎样 走势好像也有开始转强了 好那在这面对这时间点 那我们在这个从半导体 台湾最强的电子业 半导体开始要告诉大家 这个时间点 你必须要留意什么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美国 在这个美国政府的这个供应之下 这个打造的这一个 这个半导体的这个供应链 那这是要怎样创造的 这个10奈米以下的 这个基础制程 10奈米以下 就是这高阶的制程 这基础制程都在10奈米以下 他要打算怎样 创造7座到10座的 这一个12寸的晶圆场 那总投资呢 在这个要用这个520亿美金 那大约是这个新奈币1.45兆 来打造这一个 这个建造这个新的这个晶圆场 那在欧盟呢 那他打算要花多少 新台币4.76兆 这总共是1400亿欧元的 这一个这个花费 那这是欧盟 欧盟官方 这准备要投资的 那他要打造一个什么 一个大型的一个晶圆场 这大型的晶圆场呢 他们找的这对象呢 当然是先找台积电 不过我们台湾的台积电 并还没有答应 那这个欧盟当然也放话出来 如果你台积电不肯的话呢 那我们就去找三星呢 所以呢台积电 这个据策面了解台积电 好像有思考 那可能还是要 会有这个打算 到这个欧盟 这个欧洲来做一个 设厂的一个动作 那第三个 当然是我们刚刚讲说的 韩国 那韩国除了三星 自己投资的资本支出之外 在韩国政府 他更花费了 这个510兆韩元 510兆的韩元 要打造这个半导体供应链 好那这相当于 这个新来币12.6兆 12.6兆哦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台湾呢 台湾的政府 基本上就是空白又空白 对不对 好那都不管 反正我们台湾的电子高科技业 这个过去都很少 在仰赖政府的这个support资源 也没有在这个 违反这个国际的这个 这个经济贸易的情况下 政府会怎样在背后支持 都没有 总而言之 总而言之 我们高科技厂都是靠自己 好没有关系 那这没有关系 总而我们现在还是最强大了 对不对 好那我们看一下 那未来会不会强大 好三星说我在2030年 资本支出要怎样 花费1510亿美金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台积电 我们的台积电是怎样 未来三年 台积电未来三年的总投资 扩厂的这个金额是怎样 1000亿美金 而三星是多少 1510亿 但是他是说2030年 2030年 这个距离还很远 那这个SK海力士呢 他将会赤字970亿美金 扩建现有的这生产线的这个设备 好那他当然要再赤字1061的美金 新建四个工厂 那这个四个工厂 也不是马上就可以建造出来的 好那当然在韩国的三星 他在这个新建这个产人的计划上面 他在这个取动了171美金 要建厂 那预计2024年要营运 好那所以说在这个我们的台积电 强劲的这对手 当然是韩国在不管是这个三星 或者是SK海力士上面 好那基本上到现阶段 你根本看不到台积电是怎样 有对手的 全球高阶的这个金源代工的 这个制程产能 超过50% 订单都掌握在台积电身上 到目前为止 台积电当然是掌握所有的优势 那我会告诉大家 在未来的一年两年甚至于三年 应该都还是怎样 掌握着优势 好那只不过呢 这两年后 或者三年后 韩国的三星 或者是美国的intel 到底会不会迎头赶上 这是我们要打一个问号的 那在这时间点 那这个intel的这个企图心 也非常的强劲 好那这个新的新上任的CEO 那有点不认输 那不管怎么样 不管怎么样 我个人认为 短时间之内 台积电 跟台湾的这一个半导体的这个 不管是联电 或者是这个世界先进 这些厂商 都应该还是掌握一些一定的程度的优势 所以呢 那我们今天这个标题 上面是写的半导体设备厂 有没有 扩充厂能风潮谁得利 现阶段的答案 当然是叫做台积电 现阶段的答案 当然也是叫做台湾的厂商 那请大家不要忘记 好那联电呢 那在南科要启动三年1500亿的这个投资计划 世界先进呢 他在这个扩充厂能 这个扩充厂能 那他也要跟这个友达买了足科的这个厂房 那预估预估这个厂房 可以提供月增这个厂能 是这样 4万片的一个厂能 那另外 这个新贵的这个股票 立基电 他也在这个苗栗铜锣 要新建一个12寸的金元厂 那预计未来的厂能 是这个每个月 这个10万片的这个厂能 好那总而言之 我们再讲一次 结论叫做赢家 还是我们台湾 还是我们台积电 在短线上面 这一年两年之内 应该不会有太多的改变 但是两年后 甚至三年后 那可能这个世界 还是会有所变动 那所以请这个投资朋友们 自己要留意一下 短期跟长期波段的操作 到底哪里不一样 你必须要怎么留意 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可以看得清楚 这叫做2021富比市 全球十大科技的企业 那这左边这个地方 虽然感觉上比较小 对不对 因为这是截图截下来的 那这地方右边比较大 右边比较重要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排名 2021年的富比市 他全球的这个十大科技产业 第一名叫做苹果 第二名叫做南韩的三星 第三名叫做这个Google Alphabet 那这第四名是这个微软 那第五名是腾讯 第六名是Facebook 第七名是Intel 第八名是IBM 第九名是我们台湾的台积电 那第十名是这个Oracle 那甲骨温 好那这以这个数字来看 你可能没有太多的感觉 没有关系 但是我会告诉大家 苹果残年了多年 这个六年的这个第一名 而苹果的强大 对台湾当然是好事啊 连续六年苹果都这么的强大 连续六年台积电的订单 就会这么的多 连续六年鸿海的订单 就会这么的多 连续六年台湾的这个苹果供应 订单就会这么的多 那当然我们会接下来期待 苹果继续强大 然而在去年的这个 这个2019年转到2020年之前 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2020年是怎样 苹果的盛世之年 好那你不相信 那时候你已经看到了 在这个中国大陆的华为没落之后 整个手机市场高阶的市场 从中国大陆到海外 几乎都被苹果这样收下来 三星想要抢占 但是很难抢进去 为什么 因为苹果的产品 有固定的需求者 有固定的爱好者 接下来苹果在春季发表会之后 接下来6月8号就要怎样 哦知道了 感觉是感觉一下 又要赶快找一下苹果供应链 想办法卡位了 对不对 好那我会告诉大家 现阶段在台北股市的旁边 已经有一个族群开始这样 悄悄的上涨了 这族群最重要的三档股票 我今天不会告诉你 好我也未来应该也不会告诉你 但是我只会告诉大家 好那有一个MSMX有没有 盖牌的那只股票 最近两天非常的怎样 买盘非常的强劲 好那同一个族群 同一个样子的股票 好有另外两档 好有另外一两档 事实上我在节目上面 已经曾经提示过 好那这个现阶段 我不会告诉大家 你想要知道 你想要赚钱 就请你来跟着我赚 就这么简单 好不好 好那在这个前十名的 这个科技企业 那我们就不多讲了 那我们现在来看的是 台湾的厂商 第66名排名的是怎样 全球2000大的企业 全球2000大的企业 第66名是台积电 好投资办你会觉得说 这怪怪的 以科技股的角度来看 这个台积电是第9名 但是以这个全球2000大来看 第66好像有点遥远 有点遥远对不对 但是呢我会告诉大家 这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台积电 也算是一个这个时间 经营连线不是这么久的 这个公司 在全世界 有很多的大公司 它其实它的这个历史 已经比较久了 所以它已经可以延续 这么的强大 所以我们这个台积电 在几近66名 已经算是非常这个不简单了 那另外一支股票叫做鸿海 鸿海是在这个前100名的第94名 表现也算不错 好那第三名是这个国泰金 它是排名第209名 第四名是富邦金 排名第211名 那第五名是这个中国信托 那排名的第这个395名 好那是台湾 这几近 几近全球2000大企业的前五间公司 那第六个就是联发科 第七是南亚 第八是广达 第九是日月光 第十是台说话 好那你可以看到 第十个台说话 已经排到这全世界的第687名了 好那这总言之 这个联发科 竟然排输中国信托 好像有点怪对不对 好那不管怎么样 那我个人认为 这个富比式的排名 这个富比式的排名 还算有一点点 这个可以怎样 参考的这个地方 好那在这地方 在昨天我已经告诉大家了 台北股市在现阶段 震荡的时间点 你不知道怎么操作 不知道怎样买进 不知道怎么投资 我已经给你一个明确的方向 第一档叫做台积电 第二档叫做鸿海 第三档叫做国泰金 是你非买不可的股票 龙头股啊 投资票这龙头企业 非常非常重要 台积电在全球的科技 厂商排名第九名 你看到了 在全世界2000大的企业里面 排名第66名 你也看到了 鸿海排名在全世界2000大的企业 第多少多少 前100名 你这样记就可能就比较好记了 对不对 前100名 第94名 也不错嘛 对不对 那国泰金跟富邦金呢 富邦金赚的钱比他多 但是那排名稍微的比 国泰金少了一点 那这两支金控股 总而言之还算在200名 也叫做可圈可点了 所以看我的节目 投资票你一定这样 投资方向不太会有偏差 你看我的选股 你看我推荐的股票 你就知道了 这个方向 这个地方基本上都没有意外 而且这些股票该要怎么操作 何时要买进 过去我都明讲了 对不对 我一定每天都告诉你怎么做 后来我稍微改了一下 对不对 因为我们要顾及到一些会员的权益 不能每次都告诉大家 这个请大家见谅 总而言之好的标的 龙头股 台积电 红海 国泰金 现阶段 在这本土疫情 在台湾疫情怪怪的情况之下 你投资不知道怎么投资的 这三档股票 就请你多加留意 这三档股票 就请你多加留意 好 那在这时间点 如果你对这个股市不知道怎么操作的 那你操作不良的 你的老师带你追 追高杀低 沙滴停损 卖光光 结果股市拉起来了 做的乱七八糟的 没有 那我告诉大家 带枪投靠 带枪投靠的这优惠 那吸收你不良的会期 那我们可以吸收你三个月的不良的会期 请你好好的把握 在我头顶上 有这个QR Code LINE AT的QR Code 请你扫描加入 你可以来询问 那在我的名字下方 有这电话号码26538299 你也可以打电话来 直接跟我们线上助理联络 都可以带枪投靠 吸收不良会期的这优惠 请你好好的把握这个时间 好 那你为什么要来加入我呢 好 同志们 我们来先看一下这支股票 这支股票叫做1732的毛宝 1732的毛宝 在这股市下跌之前 我告诉大家的那时间点是4月28号 我告诉你讲的很清楚 股市会下跌 因为本土疫情扩大 好那你看到台北股市在4月28号之后的走势 他就是这样往下走 跌到这里的时候你才相信我 会不会很快很奇怪 会不会慢一拍慢两拍 好同志们 你看我的节目 基本上你是我的粉丝的话 你可能每天我讲的话 你应该都会听 但是如果你是第一次第二次才看到 或者你只看过几次的投资朋友 我会奉劝你 每天都要锁定我的节目 好那过去的2019年到2020年 好有很多的节目粉丝 好这始终的粉丝 好都在这我节目上面得到第一手 最新 好这个最新的这个投资的决策 好一定是马前炮 好那对你操作交易一定都会有帮助 好不好 好那总而言之你可以看得到 在这股市下跌之前 我就告诉大家的股市会下跌 那我们我代会员的避险买进的股票 第一档叫做毛宝 第二档叫做什么恒大 对不对 这两只股票你后来已经看到了 本土疫情爆发之后 毛宝是怎样 强涨的 好那当时电子股杀得很深 杀得很强 杀得很重 融资从这个2100多亿杀到剩下的话 1000多亿这短短这几个加息就怎样 砍掉将近快600亿断头断头追缴了 买长龙海运也断头了 买这样怪怪的股票都断头了 买电子股也是断头了 如果你早听我的话你就避开了 相反的如果你手中的股票 电子股下跌 但是这样毛宝恒大是上涨的 当时候的感觉 当时候的这个看盘的心情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那毛宝的股价我们买进去之后 稍微的整理之后再拉出了连续好几根 那当然我们不是卖到最高点 那我们大赚超过这个三成以上 币显交易 有没有币的成功 恒大我们也是卖得很漂亮啊 卖完之后股价也就开始往下滑落了 对不对 那8436生计股的龙头 在今天我带我的会员朋友全数的获利卖光 这张股票我们也是一样 242.5买进 今天262附近全数的卖光啊 一张股票赚了快2万 感觉还不错啊 扣掉手续费我们算我们加加减减啊 全部算1万5就好了 这段时间 买一张就赚1万5买两张就赚3万 有什么不好 有什么不好你告诉我 买3张买5张呢 是不是赚更多 那所以呢投资票我会告诉大家 这个基本上你来参加我的会员 你来参加我的会员 现阶段吸收不良的会期 吸收不良的会期 好那这个优惠活动请你好好的把握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接下来呢 在今天大盘这个解读到底要怎么解读 首先来看一下 这是5月21号的大盘的日根线 看一下这几个字 多方动能强度是增加的 好看到这里就好了 5月24多方动能强度是减少的 好增加变减少对不对 5月25是昨天多方动能强度 又变增加 增加减少增加 好那你再看一下 到今天5月26号星期三 多方动能强度又变减少 好讨厌这到底要怎么解读 这到底要怎么解读 我昨天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这代表的是 这代表是这过去几个交易日 多空双方是怎样 交战激烈的 好那在这先前我已经告诉大家 多空都不是省油的灯 上个礼拜五的这节目 我已经讲得很清楚 多空都不是省油的灯 那你现在看到了 数值的变化就真的是这样 以下增加以下减少 以下又增加以下又减少 好到今天说了一个黑色的 十字k线多方动能 在日k线上面呈现的是怎样 减少的这个强度 好那带出来的成交量是量缩的 这成交量稍微大于了 怎样65日的均量值 但是它很明显的 小于的5日跟10日的均量值 那这地方十字k线 到底要怎么解读 好那你不用想也不用猜 我讲得很清楚了 这一根是带有什么 历史天亮的黑K线 它是一个具有一个 它是一个具有一个 空头意义的黑K线 它的最高点16552 千万不能这样被随便的突破 所谓的被随便的突破就是怎样 直接用中长虹穿出去 有没有突破出去 或者是直接跳空跳上去 这叫做随便的突破 好那前面这一根也是一样 带量下跌的一根黑K线 它也是一个具有空头意义的黑K线 这连续两根黑K线都具有空头意义 这代表的是在这个交界的地方 肯定会有压力 好那这压力 昨天这个稍微的突破了 但是它是用一个中长虹突破吗 它是跳空突破吗 答案都不是哦 你看这根黑K线 这根红K线就知道了 它是稍微的这样去贯穿出去而已 那在今天呢 今天它是怎样 稍微的这样点到 这样感觉上好像要跌不跌 要涨不涨的样子而已 有没有中长虹 也没有中长虹 有没有跳空 也没有跳空 所以换句话说 这个上方这一根具有空头意义的黑K线 它有没有压力 它还是有压力的 这请这投资朋友们一定要留意一下 这一点 另外一个是这成交量 今天是量缩的 如果你是我的节目的粉丝 通常你看到这大盘的成交量 低于了十字均量值 你都会知道 接下来应该会怎样 八九不离十的会有震荡的走势 而这震荡的走势通常会怎样 偏空 通常会怎样 偏空 我再讲一次几乎都是这样对不对 好那那你要心理准备了 那这个地方 在这个时间点过去 我们直接讲一下 约克力线 我说过量价同时 到底的是上个月的走势 这个月有机会突破历史新天亮 再创新天亮对不对 那真的发生了 那过去我跟你讲过了 那这个月剩下12个交易的时候 我告诉你 接下来的成交量 不管怎样变化 你都不用太过担忧 都不用理他 但是 但是 这几天我告诉你什么 接下来是怎样 这一天发生的时候 我就告诉你 接下来是有量才会有价的格局 有量才会有价 但你看到今天成交量说了 当然就没有什么追价的意愿 你在盘中交易的时候 你就可以感受得出来 如果你是我的会员 你收到寇讯 肯定都会这样子告诉你 今天怎样追价的意愿比较薄弱 而相仿的追涨是很薄弱 追空也是很薄弱 一样的 如果你是我的会员 在这个盘前的三分钟 到盘中的趋势分析的影音 我都交代的很清楚 甚至我连call信上面都讲的很清楚 那在操作交易上面 你又应该要怎么做 投资朋友 你知道现阶段的股市怎么操作吗 很多投资朋友还在冲啊冲啊 当冲啊没关系 就尽量冲 航运股尽量冲 钢铁股尽量冲 冲到最后 那你自己再去翻一下 存折到底是增加还是减少 苦口婆心啊 投资朋友 我讲过很多次 做股票请你不要用融资买进 你用融资买进 你简直就是糟告天下说 我是赏户 我是赏户 我现在在这只股票这里 这只股票是我赏户买的 不是这样子吗 全世界的人都看得到融资 哪一档股票增加了 不是吗 那你还用融资去买 那你不是糟告天下说 赏户就在这里 主力不坑杀你才有鬼 主力大户不空你 不让你的股票下跌才有鬼 你听这种回事吗 我再讲一次 做股票千千万万不要用融资买股票 没有钱你就多看少做 那有钱呢 有钱呢 那你就买现股嘛 就这么简单啊 好不好 那故事我就不用再多讲了 那你说老师 那我要放空放空 我会告诉你 这个台北股市 这个交易规则 对做空 并不是这么的有利 总而言之 那在这时间点 我们就不多讲了 以大盘的日K线的角度呢 我说过了 今天说了一个黑色14K线 量缩低于的五日均量值 跟十日均量值 对多头而言 它并不是一个好的讯号 对空方而言呢 它却是一个怎样 感觉要下跌的一个讯号 而这个时间点 明天的开盘的这个位置就很重要 明天如果会开高 那多头还可以撑哦 还可以撑 至少可以撑到9点半 如果明天开低呢 这个行情 这个明天如果开低会比较不好 这个明天开低会比较不好 开得越低 开得越低就表示 这个行情会越差 那总言之 我告诉大家9点到9点半 应该还算可以 那这个今天的欧美股市 这个晚上欧美股市的涨跌 变化 你还要特别的留意一下 好 那我就不多讲了 那我们赶快看一下 这个周K线 周K线 我们刚刚讲过的是 月K线 量价同时到顶之后 成功再创新天亮 那接下来是怎样 量仙价型嘛 量仙价型套在日K线上面 叫做什么 有量才会有价的格局了 现阶段就要有量才会有价 什么时候才会有量 那标低伍谁要涨 好 昨天我在节目上面讲得很清楚 台积电 鸿海 国泰金是你非买不可的股票 为什么 因为这些大型的全资股 它在这时间点非动不可 非涨不可 好 那在今天最新的这个信息上面 好 那你会看到这个台积电 又有这个员工确诊了 又有疫名确诊 但是我会告诉大家 现在你看到的坏消息跟股市 千千万万不要有太多的联动 好 你可以把它联想在一起 但是你不要认为说一定就这样子 好 我会告诉你会有时间差 会有时间差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万一疫苗会提早进来 我们的陈时中部长是 我们的蔡英文总统是说六月中 对不对 陈时中部长是说六月底 对不对 那到底是六月中还是六月底 好 现在六月底就被人家骂到错头了 对不对 那如果万一不小心提早呢 好 那你就看着办了 所以我告诉大家 这现阶段台北股市 台北股市它可能会跟这个疫情有点脱钩 好 那这疫情脱钩之后呢 这消息面当然很重要 那我们的本土疫情的这个确诊人数不能爆发 那爆发当然股市也是要这样受到影响啊 好 所以呢 如果它是一个平稳的状态 说好像有增加 又好像有减少 好像有增加 不要增加太多 都没有关系 但是它如果爆掉的话 这肯定股市还是要这个震荡一下 好 那这个消息面影响 那再从这大盘的这个轴黑线上面 要留意的是这一个礼拜的成交量 我说过了 这礼拜的成交量 肯定也不会太多 好 那跟上个礼拜会差不多 那这是一个量缩上涨的一个走势 那这叫做反弹 那这叫做反弹的话 那这一根实质的黑黑线 它就是怎样 还是具有一些压力存在的 所以呢操作上面 那你自己要看着办 那我就不讲了 因为有些操作的这个 这个美感 这是要留给我们 汇云的权益 汇云的权益 好不好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看一下 接下来的这个行情的 这变化到底会怎么样 好 那弯腰减黄金 那鸿海跟国泰金的 这一个 这个方向 我就不多讲了 那我们直接来带到 金控股 金控股的这个消息面 那我说过了 在2019年到2020年 再到今年的前4月 你可以发现金融股 它是大赚的 那赚了这么多的钱 赚钱的速度 赚这么多之外 又怎样 赚得非常的快 哇 那金控股要买谁 要买谁 刚才已经讲了好几次了 对不对 国泰金 那如果你真的喜欢富邦金 也没有关系 那总而言之 富邦金说它是谁 那四元利保美股的获利王 它会这样子讲 就表示肯定有压力 对不对 肯定有追兵了 对不对 那这追兵可能就是国泰金了 那这国泰金 如果它的EPS 会跳起来比富邦金还高 偏偏国泰金的股价 国泰金的股价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才多少 54.4 富邦金的股价是多少 71.6 如果接下来国泰金公布的 这个数字会大于富邦金 你觉得怎么样 就很奇妙了 对不对 这就表示国泰金 有搞头了 对不对 那我就不多讲了 什么叫做有搞头 好不好 好那总而言之 这个国泰金 国泰金我讲得很清楚了 好那鸿海呢 鸿海呢 我们刚刚已经稍微的讲一下 那先阶段 我会告诉大家这地方的跳工缺口 它还是一个压力 那拉起来之后呢 这个地方没有被正式的突破之前 我讲得很清楚了 过去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你手中有股票的 我会建议你先不要加码 你就续报就好了 你真正要加码的位置是怎样 确定站上的这个压力区的上缘站稳了 你再去加码 这样子交易会比较怎样 顺一点 不然你现在说 老师我现在加码为什么不好 你手中有股票再加码下去 有没有结果这股票还是不涨 你会怎样 会觉得怪怪的 这样你听得懂也是吗 在资金 这资金 现阶段 这股市震荡的太多 那你要怎样 要放在比较有效率的地方 这是第一个 另外一个是什么 另外一个是因为股市震荡 如果你再加码捐去 那鸿海又是一档全值股 那股市震荡 那全值股 它一定会跟着跌的几率比较高 对不对 联动系数比较高 那这样你不是压力就很大了吗 对不对 所以我会告诉大家 鸿海的股价 它是怎样 看上看涨的 没有错 但是在交易上面 你必须要留意一下 你所中的这部位 跟你所中的现金 到底是怎么配合的 那我只会建议大家 这个地方先持股去报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在这地方加码 真正要加码的时间点 还没到 好不好 还没到 好 那这是鸿海这只股票 好 那这个从台积电 讲到国泰金 再讲到鸿海 那大疆 刚刚我们也讲过了 我们是获利卖出的 那另外一只股票 叫做小股票 那这小股票 是谁 云城 这云城这档股票 在我们的这一个会员的 索马影音上面 已经推荐过两次了 好 那这股价今天在公道涨停板 表现得非常的不错 那现这段 现这段 主力的 主要的这一个股票 这我们的台北股市的 最重要的股票 这好像感觉在防守的样子 但是这旁边上面还是这样 因为成交样的关系 火崩乱跳的股票还是很多 像这一档 生计的这个 跟生计有关的 这云城 又像电子 又像生计 总而言之 它的子公司 就叫做3176的基亚 对不对 好那这两间公司的股价 事实上 它是出现一些联动性的 好那云城的股价走强 公上涨停 如果你是我的会员朋友 在索马影音上面 就已经有推荐了 我说过了 推荐过两次 好那今天公上涨停 当然是这个恭喜 这个有买进的 这个投资朋友们 好那相反的 投资朋友 在生计股上面的操作 那我昨天讲过了很清楚 这是台湾的生计指数 它的走势 在最近就跟大盘 有点不太一样 它走势比较强 对不对 灌下来之后就怎样 直接上来了 好那假设 这个是一个长AK的时间点 那这一根是位 这一个另外一个压力的位置 我们这样子看好了 这样子比较快 看这时间点 它的生计指数的 生计现货指数 发音都讲的怪怪 这是生计的现货指数 台湾的生计指数 不是期货 不是期货 好那你可以看到 它上涨的这个位阶 已经来到了 这个时间点是什么时候 这个时间点是 5月4号 5月4号的这高点 它已经突破了 对不对 那在前一天是5月3号 它还没突破 那如果是以大盘的角度来看 这个5月3号是在这一天 这一天的高点 是17500多点 对不对 那这一天的这个高点 是5月3号 那这是17300多点 那台湾股市呢 都还没有上去 都还没突破 但是生计现货指数 已经怎样 来到了5月3号 5月4号的这个位置 这个位阶了 换句话说 生计的股票 在现阶段是有搞头的 在生计的股票上面 我说过了 生计现货指数的成分股 第一档 最大全资股 就是8436的大江 而这只股票 我们早就买进去了 我们早就发现了 市场上变化 所以我带着我的会员朋友 占地会员 赞成会员 早就进去买进了 那在今天 在今天这股价 出现一个明显的卖压之后 那我就随即的 怎样发讯息就卖出了 卖的位置还算不错 还算漂亮 即便我的会员朋友 比较慢动作 都可以卖在这地方 都可以卖到这地方 最慢都可以卖到260左右 那缩盘缩在这地方 你觉得我的交易怎么样 你觉得我讲 生计现货指数 在带大江 在带大盘 你觉得接下来的生计 股票到底要怎么操作 你认为 有没有机会 大江今天的股票 冲上去再压回来 你觉得接下来还能不能再介入 如果大江不涨 4123的成德 会不会取而代之 会不会 自己研究了 自己研究了 我只会告诉大家 只会告诉大家 那如果你把大江当成台积电 那你把这个成德 当作红海的话 也可以也可以 总而言之 生计现货指数的走势 最近是相对大盘是强劲的 好那在时间点 那在今天这个挂牌有一支股票 这个强涨的非常的厉害 连续两天 连续两天都大涨了 叫做什么 91APP新 这个新 KY有没有 这个新请大家一定要留意 因为它的这个票面 这个票面不是这个10块 这应该讲说不是1000股 一股不是10块 好不好 好那总而言之 有新的这个股票 它的这个票面 这个面额不一样 应该讲说面额不一样 91APP它算是一个 这一个商用软体 这个这一间公司 好那那股本呢 到底有多大 我们来看一下 总共有6亿 对不对 6亿没错 6亿的股本 股价挂牌之后呢 涨到了这一个地方 是接近了200块 今天说法是196块 如果你是大股东 你手中有这么多持股 你会不会卖 同志们 6亿的股本 你就可以搞成这样子 那大股东肯定赚翻掉了 我告诉你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你喜欢这支股票的话 请你好好的研究一下 它的大股东到底是谁 好这董监持股的这现况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可以看一下 有一间公司叫做什么 这个Nine Yip 反正就是英文 你自己念我也不太会念 好那这地方 这个我就会念 这个Next Door OK你自己去查一下 Next Door 这间公司到底是怎么样 好你自己去查一下 这持股比重占了20% 这持股比重占了57% 这持股比重呢 是占了35.6% 换句话说这三间大股东 拥有的这样股票非常的多 这三间的持股就这样 非常的多 占的这个比重非常的高 你自己去看一下 那这加加减减 加加减减的 这个外面流通的股票 其实并不是这么的多 所以呢这支股票 如果你想要买它的话 如果你对它有兴趣的话 我只会告诉大家 当你看到成交量放量的时候 都不会是好事 就送你这句话好不好 当你看到成交量放量的时候 都不会是好事 就这么简单 那其他的我就不研究了 那我只会告诉大家 在这现阶段 这龙头股国泰金 这龙头股鸿海 这龙头股台积电 这三支股票 从第三名的讲到第二名 再讲到第一名 这三档股票 请你要多加留意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讲 因为接下来的苹果 如果一旦走强 接下来的美国经济 因为这个施打疫苗 大家都已经解禁了 对不对 都已经不用戴口罩的生活 都已经正常了 这十月就业率也开始增加的情况 经济就会复苏 当美国的这个市场需求 持续的这样扩张 扩张有没有 因为美国政府在持续印钞票 通膨的问题 美国FEDU告诉你 其实也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美国科技股走强了 走强了 我昨天已经告诉大家了 从这个微软 雅虎到 不是雅虎 亚马逊到苹果 再到这个Google 这个Alphabet 还有谁 还有谁 总共有五间 对不对 自己去看一下 这昨天的节目 这五间公司要同时上涨 这过去少见 FB啦对不对 Facebook OK 好那想到了就叫做FB 那想不到就叫做随便 总而言之 我告诉大家 美国的科技股在这时间点 因为景气怎样 预期还是会走强 而走强 台湾的电子股当然是不甘寂寞啊 我讲得很清楚 现阶段你要把资金怎样 从传产转回来买电子股才对啊 我已经讲了一个礼拜了 如果你还不懂 你还在每天操作 这个2603的长龙海运 你感觉上股价波动得非常快 非常的厉害 好像有赚到钱 你自己看一下 昨天杀到快跌停 昨天的这阳明海运就怎样 也是一样灌下去啊 虽然留下影线 今天呢 你每天都觉得 感觉做航运股很好赚 很好赚 波动得很快 成交量又多 但是我会告诉大家 以成交量的角度来看 这个桌转率太高 接下来它爆量也不对 接下来它量缩也不对 我送大家这两句话 这个航运股 尤其是海运股 接下来你看到爆量 绝对不对 接下来你看到它量缩 还是不对 那操作要怎么做 你就自己看着办了 我就不多讲了 总而言之 总而言之苦口婆心 好那我们再赶快看一下 牛月份 这线上投资展望 现在就直接带给你看了 好不好 疫情VS行情 如果你是我的会员朋友 这影音的内容 肯定每个月都看得到 如果你不是我的会员朋友 那我只会告诉大家 那你想要这个知道 我想要疫情跟行情的看法的话 就只有一条路 请你来加入我会员一起撞的行列 请你来加入我财经护城河的会员 就这么简单 每个月的月底 我都会告诉你下个月的投资展望 从去年讲到今年 从这个我们不要讲武汉肺炎 要讲新冠肺炎 这时间点开始一直告诉大家 每次分析都很有道理 你自己好好地研究一下 这一次的疫情 我的看法到底是怎样 这一次这行情变化 我的看法分析解读到底是怎样 疫情VS行情 6月份的线上投资展望 只有会员才知道 只有会员才能享受 因为这是权益好不好 好那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 你需要一个有实力又文件的老师 那这个人就是我本人 我是何文高 那我的节目名称叫财经护城河 请大家每天都能锁定 请大家每天都要观看 好那下一档SMX金赚 这支股票我说过了 他已经压不住了 股价加上表态了 投资票你是我的会员朋友 今天肯定就知道了 买点买点有没有 早盘我发两通口信 战神会员先买 再发S战利会员 这个股票再买进去 好我就不讲了 想要赚钱就一条路 请你来加入我会员一起赚的行列 我头顶上有这个 Nite QR Code 请你扫描 加入之后呢 可以来询问 到底要怎么参加我的会员 名字下方有2653-8299 这支电话号码 也可以直接打电话来询问 好不好 好那这如果你真的有问题的话 这操作上面 这股票的咨询表 这申请这个咨询表 你自己看着办 YouTube下方就有这网络的 这个网址的这连结了 好那这个我们因为 节目要上下到这个中天财经频道 好这金语 自己再看一下 那我就不念了 总而言之 这个是这个 这个主管局官规定的 好最后再告诉大家 喜欢我 请你帮我这样订阅影片 好帮我按个赞 那如果你更喜欢我的话呢 就请你帮我的影片 分享给你周遭的投资朋友们 好不好 希望你成为我的粉丝 每天都来观看我的节目 帮我按个赞 感谢大家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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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